那么最后我简单说说远离和隐忧啊远离和隐忧呢就是 我首先我对中华民族伟大实现伟大复兴非常有信心 主要就是对手拉垮啊主要就是我们机缘巧合啊这个体质优势非常明显 但是人无远离必有尽忧 这个我现在看到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伟大复兴啊有可能出现昙花一现的现象 就复兴是复兴 但你不持久啊 呃这里边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计算了一下 其实可以我如果画图的水平高一点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这个鸽子的翅膀啊画的更加的薄一点啊 这张图所覆盖的区域占地球表面大约是二十四分之一啊 我初步摸 算了一下大概是二十四分之一 非常小的一个区域 但是大家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就这这张鸽子所覆盖的区域是整个人类八十亿人 此时此刻八十亿人 里边有四十亿人生活在这个鸽子所覆盖的区域啊 呃头在巴基斯坦 呃脖子在印度 然后呢翅膀就是中国啊就中国和这个日韩啊日本啊日和那个超越半岛是吧 然后呢 这个身体和尾巴是在什么东盟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域居然是整个世界人口的一半 而且在农业时代农耕时代 这个地方的经济规模也是占世界的一半还要多啊 呃所谓的这个全球化 其实当年一开始动机就是要 从世界的边缘地区冲向世界的中心地区 当时的中心地区就在这 购买这地方的丝绸 茶叶 香料 是不是 陶瓷和这个这个棉布等等啊 这种产品 那么 可是呢 全球化它带来的结果是刺激了工业 一开始手工业是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工业是吧 然后呢 科技它的持续发展 所以全球化开始之后 这个重心啊 就迅速转移走 转移到了地中海 转移到了西海 地中海的这个西头 转移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伊比利亚半岛 然后接着就继续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转移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重心 其实世界经济重心啊 和人口的重心即将重合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即将重合 是这个世界历史的轮回啊 600年的轮回重新要回来了 所以这里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印度的钱 啊 那么我以前呢 讲过啊 我认为对印度啊 不要太高顾 但现在我想说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 短期 它是起不来的啊 这还是这个观点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讨论国印的角度 讨论全球化的角度来讲 印度是不能被低估的 为什么 因为首先最最基本的一个变量 就是人口 所以它的人口规模现在大印度啊 那你说咱们也是适宜 他们也刚刚是适宜 有什么好担心的 当然我说一下今天 今年的数据 今年的数据 印度的新生儿大约是2400万 中国的新生儿据说啊 我听一些专业人士说 到最后可能不到800万 或者800万左右吧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再过 再过这个比如说40年 中印度的人口将是中国人口 或者印度的年轻人的规模啊 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在产业上 有竞争力的这个人口规模 可能是中国 或者说我们这么说 经济活跃人口是吧 活跃劳动力 可能是中国活跃劳动力的 三到四倍 完全可能吧 也就是说到21世纪的中期后期 他们的人口规模 活跃经济规模人 人群是我们的三到四倍 那么 这不就是 此前我们中国跟美国 相竞争过程中所发生的 整个世界市场内在的 的力量有利 当年是有利我 相对于美国建制 以后将会有利印度 而且不光如此 中国崛起过程 中国是靠韬光扬灰 靠大规模补贴全球资本 而印度崛起的过程 你会发现 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比咱们要好多了 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这个美国支持它 日本支持它 欧洲支持它 连俄罗斯也支持它 所以 我认为 我们不能小看 而且刚才我讲到了 这个中美之间 很可能难有大战 未来很长一个时间 20年之后 可能美国出现 重大的内部的变迁 无论是政治制度 还是这个 它的统一问题 是吧 我认为都会出现 重大变迁 20年不用太久 所以呢 到那时候 中美矛盾就可能 不再是矛盾 到时候真的是 太平洋足够宽 或者这个世界足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 但是 这个欧亚大陆 或者亚洲是否足够大 融得下中英两国呢 我觉得未必 那为什么 我们双方直接相邻 我们双方有领土争端 我们双方有领土争端 双方都是文明古国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 这个 它这个空间 非常窄 是吧 双方直接争夺的 就是这个地方 对东南亚的影响力 我们的人口问题 是慢变量 增位机 这一点呢 我觉得 习总书记 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 就在于 它几乎凭一己之力 把以前的一个 非常有权势的部门 给干掉了 是吧 然后呢 把这个持续 非常大惯性的 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给干掉了 稍再说一句 就是控制人口 认为人多是个坏事 必须要让人越少越好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东西是典型的 极端自由主义的思维 典型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马尔沙斯的这样一个 经典概念 是不是 马尔沙斯这样一个概念 它在农业社会中是对的 在工业社会 在商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 尤其在信息化时代 就是错的 但是呢 以前我们中国 受这个自由主义的这种冲击 是吧 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或者说自由主义思维 它各方面的表现 包括人口政策上 包括军事政策上 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 这一点 我们中华民族新生儿数量 目前全球占比持续下降 2022年大约是整个世界7% 历史上长期稳定在25%上下 甚至在30%以上 那么 这个 我认为这是真危机 这必须要认真对待 这个最后呢 我想说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吧 实事求是 摆脱各种思想刚营 无论是极左的 我觉得这次20大报告 我每一次这个大会 我都会认真的阅读 学习他们的 这个 这个七草组 七草的报告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报告 就是今年这个20大报告 这里边我最佩服的一段 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时代化的这一段表述 这个我们这些知识文字 都比较傲气 都觉得别人的文章不如我 但是呢 我认为 这个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段 如果让我写 我写不了那么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呢 除了要防极左之外 也要 当然也要防批这个右翼的 自由主义的思维 尤其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自由主义思维 包括咱们这代人 这个在全球化时代成长中的 那我们在方方面面 各种观念上 甚至审美上 比如说审美 你喜欢小就是美 是吧 这种过程中 小就是美 这种品位 其实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 观念对审美 对这种 哲学审美的 这种影响 还有呢 儒家传统 这个儒家传统啊 它里面有很多优秀的部分 但是 对我们中国社会 塑造也非常厉害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自由主义 就是从儒家的 向西传播中 衍生出来的 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看 那个东西方思想史 这块有一些学者的论述 考证 就是儒家思想 在这个 不是启蒙 在启蒙和那个 那个叫理性主义的起源 这些 在文艺复兴啊 这种时代 东方的思想 开始一点点这个渗透过去 跟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想的起源之间 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儒家传统的思想 如果你喜欢儒家的那些观念 或者特别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熏陶出来的 那你就比较容易喜欢自由主义啊 那么还包括建国以来的对外战争传统啊 比如说这个结盟的问题上 比如说内政的问题上等等啊 这样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都要与世俱进啊 都要实事求是 好 这个抱歉 我们超时了20多分钟啊 这个 谢谢主持人 请大家多聘心指振 应优主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